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正如你所看的 今天的主角是一张七彩虹的显卡 故障表现呢 嗯,上电之后风扇不带撞的 主板呢,已经跑了亮机代码,但是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又是熟悉的Blend卡 仔细看了一下 还蛮干净了,背面的防拆标签还在 没有被拆过,一修卡 拆开之后呢,我算是知道这个卡为什么会来我这里了 是吧 送保修不是没有理由的 板子上面一些关键的位置已经累积了厚厚的一层灰了 主要分布在核心供电,以及显卡板子的左下角这个位置 还有接口附近 看到吗,这一层灰都可以抠下来了 还有右侧的显存供电部分 这个锻炼的环境还是蛮恶劣的 不过显卡背面还好 背面好在有背板,背面还算比较干净 OK,先把这板子给清理一下,直接用水洗 然后烘干 烘干之后已经干净了不少 现在这个状态如果去保修的话,我感觉应该能成功保回来的 但是来都来了,我得把它修一下呀 故障的很明显 应该是右下角这边有几个电阻腐蚀了导致的 看这几个电阻引脚都已经发霉了 测量一下供电 按照他们的供电顺序 上电第1个应该是5伏 5伏是有的 1.8伏没有 1.8伏只有0.2伏严重不正常 核心供电也没有 1.8伏没有的话,后面几个供电都会没有的 因为他们供电之间有个先后的顺序 那先把1.8伏修好应该就可以了 1.8伏的芯片呢 就在 之前腐蚀的最严重的位置 我估计应该是几个电阻腐蚀了 针对左下角这一块腐蚀的位置 再来仔细看一下 可以看到明显有几个电阻引脚都发霉了 像这种电阻呢 如果你拿个镊子给它轻轻一推 就掉了 它的焊盘已经是氧化了 焊盘上面已经不粘锡了 像这种电阻的话就没用了 轻轻一碰它就掉了 先把上面的焊盘给刮开 不然的话像这样如果直接装电阻的话是装不上的 挂开之后给它的焊盘上一点锡 像这种进水腐蚀的 最容易坏的就是这些小电子元器件的焊盘了 上点锡之后找一颗联维母的电阻换上去 这个位置装的是联维母的电阻 是专门给1.8伏的芯片供电的 难怪1.8伏会没有供电 再来检查一下 电阻焊的没问题 还有接口这边也同样有两个电阻也腐蚀了 这个引脚很明显 发绿了都 像这种电阻肯定轻轻一推就掉了 它都已经站都站不稳了 还是一样 把焊盘给刮干净 然后上锡装电阻 其他地方再检查一下 没有看到哪里有腐蚀的痕迹了 再次给它上电 看一下1.8伏 正常常生 1.8伏出来之后 那不用想剩下的供电肯定都齐全了 一电出百电起 核心供电 显存供电都有了 供电齐全了 上机测试 先给它上机来看一下 不出意料 屏幕成功点亮 风扇也能转了 屏幕也能显了 系统也能近了 驱动也都驱散了 跑一遍测试看一下 像这种修供电的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回去了 一定得注意一下断裂的环境 像这种环境比较差的 还是建议经常拆开清理灰尘比较好 因为灰尘一旦积累多了 空气又潮湿 很容易腐蚀的 跑了一遍口机测试 性能方面都没有问题 各个测试都可以正常通过 好 本期视频就水到这里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下期再见